Lamigo桃園隊的小師兄林志平 昨天在台中洲際棒球場打擊大爆發 連六個打席都揮出了安打 不但是締造了個人生涯七年的單場新高 另外也改寫了中職單場最多安的記錄 他很開心說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打出這種記錄 那麼園隊就以11比1大勝了中信兄弟隊 中信兄弟新娘頭Bobby Blevins 首度在中職登板 一局上安打加保送就陷入危機 還好Lamigo四棒林鴻玉三壘方向雙殺打 Blevins有驚無險度過首局的考驗 進入三四兩局 Lamigo和中信兄弟各拿一分 打完四局雙方戰成平手 來到五局上半 Lamigo攻勢再起 詹志瑶林志平串聯第一波攻勢 桃園隊先拿一分 2比1領先中信兄弟 緊接著林志盛林鴻玉又補上兩支安打 尤其林鴻玉深遠的二壘安打 更是把一局上雙殺打的一股怨氣 全給吐了出來 看起來三以上這一分環不成問題 七局上半Lamigo還要追加攻勢 四支安打加上兄弟中繼投手林克千 兩次四壞保送 Lamigo光是這個半局就打了九個人次 攻下四分 以7比1遙遙領先 中場Lamigo就以11比1 十分之差擊敗中信兄弟 而且Lamigo二棒林志平 六次打擊全都敲出安打 還包辦三分打點刷新聯盟紀錄的猛打演出 理所當然的獲選為單場MVP 油田TV 簡紫祥 綜合報導